畫面中可以看到熊熊大火不斷燃燒 濃煙直竄天際 十五號晚上十一點多 新北市三重區的文化北路 發生一起住宅火警 可以看到住宅的二樓 不斷竄出火蛇 甚至延燒到隔壁居民 消防員貨爆後 立刻出動三十台消防車 以及六十名消防人員到場 來進行搶救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好 可以聽到當時火災發生時 有一名八十一歲的獨居阿嬤 受困在屋內 那被救出之後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消防人趕緊將他緊急送醫 但是在送醫搶救之後 仍然還是宣告不治 那這起火警也影響到不少附近居民 有的人家裡還強制 被斷電 目前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離清